10. 《蘋果日報》 籌其創其即字組本地通訊社 2015年7月14日文化E.06專題指 《佩雅故事》 人類總愛以偏概傳 急於發表己見 或搶大光環 懶於梭理真相 傳媒同樣 爭相十起碎片 不願花時間評酬事件真相 以往很多報章 就連富刊也會深入跟進《廣民故事》 《江廷刊的申報》正事一例 反觀現在 主流媒體忙於送相即時發生 擔角正事 資深記者吳曉東卻亦留熱相 提出雜資三百萬辦通訊社Effectwire 專攻深入調查報導 他形容自己用六十天等一個奇蹟發生 如果你有能力辱成奇蹟 你願意嗎? 走進吳曉東辦公室 只見辦公室玻璃門貼有名人根據 其中If at first the idea is not absurd Then there is no hope for it 一個想法如果一開始並不荒謬 那他就沒希望 這是愛因斯坦說的 要另一個瘋狂的意念成真 Jank Big是第一部 在吳曉東眼中 六十天要籌三百萬 即平均每日要籌五萬元 其實頗為荒謬 雖然首六日也達標 但我想不到往後會有什麼戲劇性的事情發生 令大家一波瘋的支持Factwire 有些事做了才有希望 不是有希望才做 由於不想模糊焦點 本已推了一些個人專訪 但我不能坐在這含農窗 A 我要調整策略 於是 才有了這篇報導 當大部分大眾傳媒變成政府喉舌 很多人傾向相信網媒 可是無錢買米樂 又要煮出飯來 認真難為了記者 他們很多把人家的內容鬧為來改寫加工 難免有點誇張 推高瀏覽人數 吸引廣告商 只為網站能夠繼續生存 新聞不再為公眾而報 而是為廣告 失去當記者的初衷 他認為如果自己也扮一家網媒 這陷阱 他一樣會遇上 我不想變成廣告Sales 啟發他集資的其實是B.B.C. 與港台這兩家公營傳媒機構 英國憲法規定市民要交錢讓B.B.C. 即使B.B.C.怎樣罵政府 他的資助營不會斷 他如此壯大 在四十多個城市都有網絡 正因他無需擔心廣告收入 資金來自公眾 不用向某個投資者交代 媒體不會因為一個人說我恐懼 就一下子消失 拼起即時新聞專攻調查報道主流傳媒 紛紛聚焦在據收視保證的即時新聞 但吳曉東求賞的通訊社則主攻大型調查報道 要曼公出細貨 他在集資網站舉了一個調查例子 高鐵超知 我舉手舉腳贊成 這指示例子 做不做要由將來的團隊決定 但肯定的是Factware的記者絕非狗仔隊 不會去揭官員私生活八卦 與公眾重大利益有關的議題 才去做調查報道 其實通訊社一旦成功集資 吳曉東只會擔當枯化的角色 初期為通訊社免費提供相機、寫稿系統及保安系統等資源 不會參與調查工作 團隊將由高級調查主任帶領 對 就是大家看到月薪六萬美元那位 早前 行家都議論紛紛 請七個記者 十五個月就要花三百萬 實習記者人工竟有一萬八千美元 似乎跟市場特節 其實列出的薪金都是常限 如果請不到最早的人 根本不會知那個薪金 實習記者也非剛畢業那種 而是對調查報道較少經驗的感性告訴我 這個計劃值得支持 因為他能爭取更多大眾之情權 但你只提醒我要對他提出質疑 一家通訊社總不能只有記者吧 對 如果每個職位都省幾千元 便夠錢請一位秘書 替他們處理所需事務 他說現在有十多人向他自戰 當中不乏資深調查記者 也有現役港民記者 最特別要所有為政府及外國大型機構 做網絡保安的高手自高分用 願意日後義務幫忙 錢始終來自大眾 所以聘請機制要比透明更透明 我不想與人私相授受的感覺 所以將會公開招聘 不會偷捕請人 豪然成為世界第四大通訊社早前英文傳媒 香港Free Press雜誌 爭取到700多人支持 吳曉冬認為自己這個計劃受眾人數更多 他笑說 這是為廣大香港市民成立的一個信託 如沒有五千人支持 老實說我覺得不開心 如沒有HKFP作比較環好 300萬目標如果最後達成 可視人數不夠多 便失去廣泛的參與意義 或者對很多人來說 雜資辦通訊社仍是很新的概念 不同Kickstructure支持開發一件產品 你最後會得到一件實物 純粹賣精神上的滿足 只能以一份光榮感去驅使它們 將來可跟子孫講 這間因果惹敲尋搞 300萬當中 部分其實是用作三個月的遣散費 太消極了吧 這只是微語籌謀 他其實有全盤計劃 做通訊社 就是要解決本地傳媒市場太小的問題 如果只屬在香港 以中文報導為主的通訊社是居是不幸的 Factwire 首年會免費向傳媒 提供中英相遇稿件、相片、影片及數據圖 打好跟機 第二年便走向世界 慢慢晉升為第四大通訊社 有Yahoozee 也沒有人想到Google會出現 只要我們不小看那些天馬行空 卻有意義的概念 你也可以養奇蹟成真 Factwire Rechps ZHTW Projects Factwire A News Agency 世上手家通訊社靠非甲傳輸通訊社 是為傳媒提供新聞材料的機構 有人形容為消息批發商 現時最大規模的三家通訊社 乃美聯社、路透社及發新社 世上手家通訊社是1835年 在巴黎創辦的哈雅斯通訊社 Regence Havis 也是發新社的前身 增用赫非甲傳送信息 因交易碼更快 當天就可獲得比利時及英國的新聞 向哈雅斯購買消息 比自己編譯外國新聞更快更平 所以巴黎報社紛紛加入哈雅斯的公稿系統 就連俄國江亭都訂購他們的新聞 到1940年 德軍佔領巴黎 哈雅斯社慘祖瓦解 四年後巴黎光復 成立了今天的發新社 靠自己台灣集資查陳爆 當有人在美國Kickstarter網站投資未來玩具 幫助創新科技產品面世 台灣就有非常完善的SOS新聞母資平台 訪問了創辦人之一 翁子琦 他說 是內容與金錢的等價交換 讀者集資訂閱深愛作家的作品 讓他早深入報導 早前成功集資的美國集資關注食物湯傳 平台最新母資計劃是調查八仙塵爆慘劇 收窄調查範圍前 他們向大眾收集意見 民眾抱怨媒體木花蝙蝠在嚴肅議題上 如民眾捐款去向及台灣醫療體制缺失等 都聚焦受害家屬 他提到現時有主流記者無遂自戰報導 他們也會找專家協助 例如在公共安全議題 其間雲狠狗的Angle組織 八仙報導事在必行 但以提有示效性 所以會做短、中、長的報導 好好鋪排 有些網絡意見領袖 獨立記者的追蹤者 比紙本雜誌的發行量還多 而且信任度更高 能和主流媒體互補 民間媒體片被開花 支持者願意花錢換取有質素的報導 香港人何時才明白 報導不該是免費 SOS新聞無知平臺 HTTP 無號相邪線Findreporters.sarsrata.com